迪丽热巴在今天的活动中穿着高级定制服装登顶热搜榜 中国著名女演员和时尚偶像迪丽热巴 再次以她在小梦幻花园活动中的惊艳造型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作为一位以她无可挑剔的时尚品位和前卫选择而闻名的女演员 迪丽热巴在备受尊敬的设计师Pay DeLeo2024春夏系列的一款令人惊叹的高级定制礼服中脱颖而出 迪丽热巴在活动上的着装选择是来自Pay DeLeo高级定制系列的一款白色路碑连衣裙 展现了她的精致品位和时尚感知力 这款礼服凸显了她优雅的身姿 并在她的出席下散发出优雅的光芒 通过这一亮相 迪丽热巴继续巩固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树立了潮流 启发了粉丝们对她的时装选择 这并不是迪丽热巴第一次凭借她的高级定制服装成为头条新闻 事实上 这已经是她今年第五次穿着高级定制礼服亮相 进一步确立了她作为时尚势力的地位 每一次她穿上高级定制服装 迪丽热巴都能轻松吸引注意力 给全球时尚爱好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一位时尚领军人物 迪丽热巴的前卫选择 一直使她名列热搜榜首 粉丝和时尚达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期待她最新造型的更新 迪丽热巴轻松驾驭高级时尚 装扮的能力已经巩固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赢得了业内人士和粉丝们的赞誉和钦佩 除了她无可挑剔的时尚品位外 迪丽热巴最近还通过她的新香水冒险引起了轰动 这位女演员最近突出了一次新的拍摄 展现了她在展示最新香水时的优雅和精致 她能够无缝地在不同的时尚和美容活动之间转换 进一步展示了她在行业中的多才多艺和影响力 迪丽热巴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她的时尚选择 她还通过各种品牌活动和主题活动与粉丝们互动 她在小梦幻花园活动中的出现只是她如何利用自己的平台 与观众联系并推广有意义事业的一个例子 无论是出席红毯活动 代言奢侈品牌还是参与慈善活动 迪丽热巴的影响力都超越了国界 深深地触动了全球观众 随着迪丽热巴继续以她的高级定制造型和香水冒险在时尚舞台上闪耀 很明显她仍然是这个行业的主导力量 她持续不断地重新塑造自己并走在时尚前沿的能力 证明了她的才华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 每一次亮相 迪丽热巴都重新确认了自己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并给所有遇见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魅力魅力 五磊变迁的外表和演技 五磊从六岁的童星到二十四岁的心中 翘楚的演员的历程引人入胜 以她在外表和表演才华上的显著转变和进化为标志 她最近的作品暴雪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在Delta经济指数上获得了高收视率 展示了她的才华 然而 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不仅仅是她的表演技巧 还有她的外貌以及这些年来的变化 五磊历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是她从童年到成年外貌的明显变化 作为一个可爱的童星开始 五磊已经成长为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 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质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她向更加成熟的角色转变 特别是在《狼牙榜》等剧中引人注目 标志着她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观众不仅见证了她的表演技巧 也见证了她的身体变化 这一进化是许多人着迷的对象 粉丝们惊叹于她如何在这些年里 成长为心目中的翘楚 在《斗魄苍穹》中扮演《硝烟》等角色 五磊展示了不仅仅是她的演技 还有她对健身的执着 导致她的外貌更加精致和激烈 尽管有些批评关于她的面部结构 但五磊仍然保持了韧性 聪明的选择能够衬托她形象 并展示她才华的角色 这种策略性的做法 帮助她在不同的流派中航行 避免被刻板印象固定 展示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才多艺 五磊最近的作品 比如《长歌行》 进一步展示了她塑造 强大和阳刚角色的能力 有效地摆脱了典型的美少年刻板印象 她在暴雪中的表演 是她作为一个演员成长和适应的 又一个证明 她的面部特征更加清晰 反映了她在表演中的成熟和深度 五磊历程令人赞赏的 不仅仅是她的身体变化 还有她在荧幕上的风格和存在感的发展 从童年的可爱到今天的魅力 五磊经历了一个超越外貌的重大进化 她的历程标志着她对记忆的逐渐完善 赢得了她不断进化的魅力和与观众建立 更深层次连接的赞赏 总的来说 五磊的历程证明了她的奉献精神 才华和作为一个演员不断进化的能力 随着她继续扮演各种角色 并挑战自我的能力边界 很明显 她的历程还远未结束 在每个项目中 她都继续以她迷人的存在感吸引观众 并巩固了她作为行业中最有前途的年轻才俊之一的地位 五磊的历程不仅仅是一段身体变化的故事 她也是个人成长和艺术发展的叙述 随着她在荧幕内外的成熟 五磊展现出挑战自我的意愿 并探索她公益的新方面 她偶尔涉足不同流派的决定 如她最近的项目暴雪所见 充分体现了她对持续改进和实验的承诺 此外 五磊与观众的连接能力 不仅仅局限于她的外貌或演技 正是她对角色的真实性和奉献 精神与观众产生共鸣 无论她扮演可爱的角色 还是复杂的主角 五磊都为她的表演带来了一种深度和真诚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 16岁的五磊出演了电视剧 之音是不经意的一撇 这一时期的五磊虽然没了婴儿肥 但眉眼间还有一丝幼态 更像是一个小奶狗弟弟 随后2018年 19岁的她挑战了 豆魄苍穹里男主角萧妍的角色 换上武侠扮相 变身又高又瘦的霸气大男主 此时 她的身形经过健身锻炼后 变得更加瘦削硬朗 风格的选择上也多了很多 而且眼神都变得犀利了不少 婴儿肥完全消失 五官已经变得棱角分明 比起小时候少了一丝稚气和可爱 多了一丝锐利 面对批评 无垒始终保持着任性 将其视为进一步提升自己技能并证明批评者错误的动力 她的历程证明了坚持不懈和自我信念在追求梦想中的力量 此外 无垒的影响力超越了娱乐领域 作为公众关注的重要人物 她有机会激励其他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追求自己的激情并拥抱自己的个性 她的历程提醒我们 成功不是由出印象或外部感知所决定 而是由一个人的奉献精神 坚持不懈和愿意成长的态度决定 总的来说 无垒从同性到备受尊敬和钦佩的演员的演变体现了韧性 才华和持续自我提升的精髓 随着她在行业中继续开辟自己的道路 毫无疑问 她的历程将继续在未来多年里激励并吸引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